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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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腿往后蹬 对 自己来啊 不要让我跟你们压 脚背蹦 对 前腿脚背蹦 对 再蹦再蹦 脚丫子一样干干干响 手再往前伸 对后腿再往后伸 右边压 不要吧 那是点劲吧 你不使劲 我告诉你 最后剩一半的时间 我肯定命压 再伸一劲 手再往前伸 头抬起来往前看 对 往前够 手再往前 对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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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滚动 对了 就这个位置 明显不一样的啊 前面也是的 后腿往右滚动 注意前腿啊 不要内扣 对 好的 很好 绷绷脚背 这多好 三分钟安安静静的啊 不然每次都 就让我们在这儿哭 哭 我都难受 心疼啊 是不是 加 余啊 多漂亮 还有一分二十五秒 坚持住啊 坚持住 所以你先往前压 往右滚动 有点躲了啊 别躲 别躲 开始到位了啊 还有五十秒 开始哭了 还有三十四秒 开始哭了 手往前伸 脚背绷 十七 十 后退灯 好 结束 哎呀 好 现在啊 就趁着这个劲 放下去吧 放下去吧 来就趁着这个劲儿 躺下 躺下 对 是的 我就俩手 我还能一下 你们俩嘛 就这样 收拾 对 躺垫的上 躺吧 来 左腿举 还是你的左腿 来 快快快 趁着个热乎劲啊 刚刚练的 准备 右腿 右腿伸直 等会给你放正了 就会好一点 右腿伸直 来 苏仁轩稍微压着个热义 它这个底下膝盖 对 等会换你啊 嗯 你看这 多好 准备啊 好 先蹬 蹬直 蹬直 先上去 先上去一点 蹬 上去一点 蹬不直 再上去一点 蹬 你是没劲儿吗 那疼 那疼啊 你放正了 没踢开呢 踢开了就好 放正 去去去 踢去 踢开 踢开再过来 你俩都去踢 去吧 去吧 太搞笑了 你俩 没踢开呢 没人呢 踢 等会看 踢开了 是什么效果 我 我 老婆 货血 这把杆马上都拆了 现在你们这个踢腿 哎呀我天哪 你们是拆签队的 正面拆把杆的 好来 走 你俩就让上去晃 一会儿就下来了 等我五分钟 来 躺下 准备 左腿 就专制左腿 左腿太差 起 来按着 现在看踢完之后什么效果 你刚才说没踢开 现在蹬 果然不一样 好厉害 来 外开一点 蹬 转开 转 再转 转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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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蹬 蹬 勾脚 再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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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开 好 弯 蹬 蹬啊 内扣了 膝盖不想要了 弯 疼死都不能内扣 记住了啊 蹬 怎么疼都不能内扣啊 弯 已经内扣了 别躲 别躲啊 哼哼 蹬 蹬啊 蹬 弯 再来蹬 弯 蹬 弯 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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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靠 后来 上 再来 你 走 ビ 天 你 kidding 你 不对 什么 灯 弯 最后一次灯 别动 好 换人 我手都疼了 来 躺下 大型伺候 准备 起 我先看你这 好多了 是吧 有进步 可以的 先从这儿 咱们一点点来 先蹬直 别告诉我蹬不直 那就尴尬了 下 走 蹬直 蹬 稍微外开一点 别内扣 控制一下 蹬 它这个难按吧 按不住是吧 不用往里关 它这个外开就是天生的 走 蹬 小时候 肯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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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了 灯 弯 灯 弯 灯 弯 别动 脚怎么内扣的 放正它 自己放正它 对 放正 别内扣 放正了吗 灯 别躲 对 弯,别躲,脚,脚踝别躲,哪疼,蹬,脚开始躲了,脚别躲,放正,脚放正,别躲,蹬,弯,脚开始躲了,别躲,蹬,弯,按住了,按不住啊,蹬,我也没往下压,你就蹬直就行了,再来三次, 蹬,弯,弯,弯,最后一次蹬,蹬直,蹬直,好,结束,踢腿,快去,哎哟,我的妈呀 踢呀,加油啊 踢呀,加油啊 体力活,对,哎呀,真是体力活,累死,还不能使劲往下压,相当于我在一个位置上控制,让它自己去做拉伸,这是最累的,你要让我使劲往下压吧,反正还好 最累的就是我控在那儿,让它去拉伸,对,对,对,控制力度是最累的 好 右腿不给你们练,因为你们的右腿相对来说比左腿好太多了,这个练平均了啊 明白吗 明白吗 现在两条腿 等会下个竖叉我看看 是不是基本上平衡了 练平衡了之后,咱们以后再两条腿一起练啊 但是回头自己把右腿要带着练练啊 听到了啊 来,竖叉下 现在就下 现在就下 左腿在前 下 老师也练个腰 你杀了我算了 老师也练个腰 我多大了啊 我练个腰 他说的是这个 嗯 那可以 他说的是这个一直在自己这样 嗯 来来来 脚背 要立直 嗯 好 换 我差不多 两边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吧 行 费半天劲 没白费啊 行行行 差不多了 回头自己去吧 你们的右腿练练啊 嗯 老师什么 当年给你们养完这表情 那时候我更累 嗯,对 那时候你们比较硬 老师年轻 不年轻了 马上40了 还年轻的 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下一项 横叉 然后肩腰 好吧 还有20分钟 来 横叉 准备 先把胯压一下 准备 一人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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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拿好 你的 拿好 先把胯练了啊 先要胯 来,这给我吧 这用不着了 压得困了 是练迷糊了 不是困了 来 准备 来,准备 来 先做一组前后拉伸 来 准备 你俩加油啊 我来给你们一点负重 我们去做拉伸 我们去做拉伸 不轻 就20分钟了 那轻啥 来 好 前后走 自己做啊 对 摘地上去了 手撑住了 前后 前后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后背水平 对 这样拉伸肌肉才到位 你不然的话 掉地上去了 有什么用啊 再往前去 再往前去 好,回 往后来 手不要前后倒 手往前去一点 手再往前去 对,好,走 向前移动 走 好,向后 对 向前 向后 向前 你都趴地上去了 向后 向前 嗯,向后 这两条腿怎么一个造型不一样啊 向前 好,向后 向前 向后 哎,马上就结束了 还有两次啊 一次 回头 两次 回头 好 换人 准备 走 向前 好,向后 哎呀,向前 向后 陈子轩 继续拉伸啊 向前 向后 向前 向后 对了 哎,这个就跟咱们平时练的赶跨跟是不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啊 但是这个比赶跨跟到位 对 对 继续啊 对 哎,这不好吗?这很好吗? 对不对 对 对,前后一动很好啊 哎,苏静轩这个 进步蛮大的 还是蛮好地 一 OK 哼叉 准备 哼叉 快 那个 你也是 上次你是几个来着 你是几个来着 你是两个吧 是不是 你是两个 一个什么行 不行 好 再送你一个 因为你这个软开度比较好 一个都贴地了 没什么效果 要悬空 我一个没贴地 贴地了 没有 来来 我对你都没有练过一个 谦虚 真的你都没有练过一个 你往前来一点 你往前 马上就碰到一起了 你往前来 对 稍微挫开一点 来 开始 你这腿有那么长吗 离那么远 可以啊 大长腿 来 准备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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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四岁半的孩子学中国 我严厉的还是 先给予新的教训 再给孩子筛选 我不建议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啊 四岁的孩子不建议 刚开始就很严厉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习舞蹈的权利 他不一定非要走这个专业 对吧 学舞蹈 锻炼协调 锻炼体态 然后呢 让他更阳光自信 不是很好吗 如果你从小就想让孩子有这个走专业的想法 那肯定四岁半就要开始筛选 不管是比例啊 协调啊 能力啊 不然的话以后你说练了几年之后 他就觉得 诶 浪费了 然后又不行 那确实时间还是比较宝贵的啊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四岁多就开始 练得特别狠 就开始有筛选性的那种去练习啊 并且小孩刚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有辛苦的一面 但是也有快乐的一面 对吧 让孩子先开开心心的 先学起来 学起来之后呢 慢慢的等他以后长大了 自然会循庆渐进的增加难度 这个是 这个过程还是蛮重要的 来好了吗 还有多长时间下课啊 离本场考试结束 还有十五分钟 来准备 勾脚 很好啊 很到位 就勾脚啊 来 往前走吧 一个造型跟壁虎似的 你再勾 勾脚都不到位 那膝盖就疼 膝盖疼不疼啊 膝盖疼啊 那你别往前趴 别往前趴 你先把腰立起来 诶 对 腰立起来 手往前够 球就在这 好 腰立起来 立 膝盖伸直 对 勾脚 现在膝盖疼吗 不疼吧 里面疼吗 诶对啊 咱们要疼的是大腿根这一块 你最后练到膝盖疼 那就不对了 要往前顶 啊 好 放松 好 顶 啊 放松 再勾脚 好 往前顶 你 你 你也是的 手往前伸 好 要往前顶 走 好 放松 我看你两块吧 来 我送你 送你一块 这么优秀 是不是 这么厉害 来 准备 来准备 要往前顶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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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在这儿 好 顶 抬头 好 回 顶 好 回 顶 别动 别动 腰往前顶着 腰往前顶着 顶着 抬头 够脚 脚松了 使劲够 再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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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好 再来 预备 走 对 不一定非要 有拉伸 有效果就行 对 对的 从小 还是要以兴趣为主 但是这个兴趣的关键就是 要循序渐进的学 不是说光开开心心的跳舞 没有那个的 还是要练的 平时要经常练 练的时候 它越练越熟 然后呢 慢慢就自信了 这个过程还是蛮重要的 压跨 我们压过了 他俩几年级啊 他俩一个是六年级 一个是初一 来 继续 不要停啊 保持腰往前顶 对 好 保持住啊 再跟你们 几次啊 十次机会 来继续滚动 十次以后 就到位 好吧 十次啊 十次赶跨根 把跨根赶到位啊 往前赶 对 滚动到位 你这个脚怎么是个踝脚啊 勾脚 你老喜欢踝脚啊 再勾 走 顶 腰往前顶 拉伸到位不 到位就行 别膝盖啊 膝盖没事不 有一点 你膝盖不够直呗 伸直就没有一点了 走 不要躲啊 胯盖躲了 那就到膝盖上去 别躲啊 手再往前伸一伸 好 再往前伸 对 就在这 就在这 好 回 对 孙云轩手再往前去一点点 对 就在这 走 再勾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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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继续 对 要往前顶 膝盖伸直 哪疼 练多了 练多了 那就不练了 好 脚背 蹦 蹦蹦蹦蹦 蹦 蹦 蹦脚背 上 别动 别动 准备上了 别爬 手往前伸 快 手往前伸 一步 两步 快点 别躲 你腿的老松 所以你就脚背 你的膝盖就疼 脚背再绑 对 往前走 走 走 没事 我可以帮你 这边也要倒 走 这边也要倒 要倒了 没关系 在这儿 走 上 保持住啊 你不要在这儿护膝盖了 你把它伸得足够直 足够外开 膝盖就没事 这儿了 说明你腿还是松 别躲啊 别躲 别躲里边的疼 你膝盖就不会疼 你到位快点 你往什么呆啊 你早就该上去了 快 走 使劲往前走 手往前伸 快点 快点啊 到位之后 三十秒 快 屁股要离地的啊 手往前伸 手往前伸着 让它离地 不是说往前拽啊 手往前伸 快 三十秒伸 伸出去 快点 伸出去 伸 好 腰往前顶 屁股离地 走 快 那一等会儿 你在这儿别动啊 不要我这儿拽 哎呀 走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拽掉了 再来 再来 这不信了 上不去 来快 走 三二一 你在这儿趴着等着 别让膝盖疼啊 自己控制 好 要往前顶 要往前顶顶顶顶顶顶顶 要往前顶顶顶顶 屁股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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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离地 离地 三十秒啊 离地以后三十秒 快离 离地 别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别急 回去一点 九 十 十一 回去一点 十三 十四 十五 再回去一点 十六 十七 再往后去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 再往后退一点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再往后退一点 二八 二九 三十 别动 别动 别结束 来 你等它结束 等它结束 别动 哎 哎 哎 准备 控制好你的膝盖啊 你看能不能扛住三十秒 哎 准备 哎 你往前趴着 别躲啊 准备 那个哎 来准备 要往前顶 膝盖伸直 脚背 扑 那是个什么脚 要么扑 要么勾 要么勾 要往前顶 膝盖伸直了 伸直 使劲蹬膝盖 使劲蹬膝盖 使劲蹬直膝盖 使劲 要么往前顶 别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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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往前顶 膝盖伸直 伸 你自己想办法 把膝盖锁住 膝盖就不疼了 1 2 3 4 5 要么往前顶 别躲 7 8 9 10 11 12 要么往前顶 14 15 16 17 膝盖锁住 19 20 别动 21 22 23 24 25 外开 26 对 27 28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29 30 好 好 结束 结束 要命啊 跟打架一样 我学舞蹈裤 对 这是 两个小朋友上小课的啊 你看不了这个 你们小朋友小的时候也不一定练这个 但是如果要坚持练从小的话 到最后如果走这条路 这是必经之路 我这下手还是比较轻的 像好多老师都是直接上手摁 我现在基本上是 所有的动作基本上是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他们自己练 你们也看到 我刚才只是帮助他们到达一个自己去做拉伸的位置 基本上不是上手去摁的 也不去撕腿啊什么的 所以这样比较慢 但是这样呢不容易受伤 他们练舞蹈到现在就没受过伤 好多孩子练舞蹈那浑身又是青又是紫的 其实那个说实话吧 看上去好像是孩子在吃苦 其实有好多方法是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吧 今天就到这 你们也差不多了 多大了啊 他们今年是一个六年级一个初一 不是大一考 在小学很有初一 看上去个高 现在小孩长得比较高 他们以后是把这个舞蹈呢 就留着 先好好练着 练着呢以后 如果高考需要呢 就能用得上 体型很好 对 他俩的条件还是蛮好的 虽然不是那种最好的啊 但是绝对是比较好的那一批 好 擦一擦 眼泪 准备结束吧 接下来啊 接下来收卷 结束了 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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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关注我 然后呢我会平时发一些 这个训练的内容 应该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啊 爆汉服谁家的 你们这个裤子这啥摆的 摆屋的是吧 摆屋的 对 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摆屋的 摆屋的衣服还是不错的 好 那我们就下课了啊 我就关直播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 然后以后呢上课可以过来看啊 大人可以练吗 可以啊 大人 兴趣爱好练呗 练呗 练着玩 你可以看我那个主页里面的好多视频 都是自主去拉伸 很好的啊 大人你要跟着我的那些训练内容啊 很快 你的树叉啊 横叉就下去了 只是说现在好多小孩子平时也不变 所以再好的方法也没什么太多进步 这也是我比较头疼的一点啊 每次痛一下就能进步 嗯 对 主动的去做拉伸的话 其实既安全又有效 关键就是你再好的方法 再科学的方法 还是还是就是避免不了疼痛的 只是说别人帮你压的时候呢 就会有可能出现一些 比如说 呃 伤啊 比如说一些肌肉拉伤 或者一些骨骼韧带关节的问题 自己自主的去拉伸呢 特别是如果动作设计的比较合理的话 就不容易受伤 但是这个疼肯定是疼的 所以自主练习就考验的是自觉性 还有自己对自己的狠心 看谁心狠啊 谁心狠谁进不大 谁要是老护着疼 那你就没进步呗 这个舞蹈啊 这个东西 没什么捷径 学什么都没捷径 是吧 不可能说你轻轻松松的啊 就把它给练出来 一点都不疼 怎么可能啊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啊 还有一种方法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说的关节松动术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疼痛比较少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做筋膜的放松 筋膜的松结 那个也是做 就是放松拉伸的一个好方法 但是其实那个也蛮疼的 嗯 自己压不到位 所以克服不了心理阴影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靠别人哈 所以有时候这个学舞蹈 学艺术这个东西啊 还是最后还是要靠自觉的 嗯 对对对 孩子毕竟还小 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你除非看孩子从小就真的 那条件个顶个的都是特别好的 那别人都比不过他 比例啊 能力啊 各方面都非常好 你可以让他从小就完全按照专业的去走 但如果他也就是一个普通孩子 但是他很喜欢舞蹈 还是尊重孩子 以体态训练为主 然后呢 多练练力量和控制 然后呢 多跳到组合 练练协调 美美的不好 对不对 没课了 没有课了 刚上完课 再说上一天了 不能再上了 累坏了 那就结束 大家再见啊 嗯 行 你发给我 那我就下播了啊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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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